眼看中国造船业全球领跑,不甘落后的美国,想拉上小弟为自己重振雄风。 但中国的造船能力持续增强,国际订单不断增加,且俄罗斯也生出了想跟中国合作造船的想法。 美国想要追上中国,不是说说就能实现的。 眼看中国造船业迅速发展,在全球的领先地位愈发稳固,而美国则被远远甩在了后面。 为了找回面子,美国把希望寄托在了日韩这两位盟友身上,希望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在造船领域赶超中国。 目前,美国和韩国之间已经有所行动。 韩国造船业巨头现代重工韩华海洋都接到了来自美海军的大订单,负责为他们的舰艇提供全方位的维护、修理和运营服务。 本月早些时候,一艘美海军的后勤支援舰已经抵达了韩华海洋的船厂,进行为期三个月的维修。 而现代重工那边也准备在近期承接类似的维修项目。 此外,韩华海洋集团还打算在美国本土大展拳脚。 今年6月,他们宣布要投资1亿美元收购美国的一家造船厂。 该厂可是美国商用船舶界的重量级选手,生产的船舶占据了美国市场的半壁江山。 除了商业合作,美韩两国还在教育交流上下了不少功夫。 密歇根大学和首尔大学联手打造了与造船相关的教育交流项目。 当然,美国并没有把所有的宝都压在韩国身上,日本也是华盛顿的备选之一。 据日方透露,美日两国官员在三个月前就美军舰的维护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涉及潜在的改进方案。 除了日韩,美国也在考虑与印度、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印太国家展开这方面合作。 美国之所以寄希望与日韩两国主要是因为其自身的造船业已经大幅萎缩。 想当年,美国造船业曾是世界的领头羊,产能稳居全球第一。 然而,时过境迁,随着制造业空心化,如今美国的商用船舶产量已近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反观中国,凭借强大的实力和不懈的努力,已经牢牢占据了全球造船市场的半壁江山。 韩国和日本则紧随其后,分别占据了三分之一和六分之一的市场份额,而美国几乎被挤出了主流竞争圈。 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出口船舶数量大幅增长。 在产量、新订单和积压订单这三个关键指标上,中国都实现了大幅增长,并且已经连续14年稳居全球第一。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向高端市场迈进。 滚装船、集装箱船和液化天然气船等高科技、高价值的船型成为了中国船厂的新宠。 今年上半年,中国船厂在全球绿色燃料船订单中的占比近72%。 与此同时,中国还在积极寻求和其他国家合作的机会,其中就包括俄罗斯。 在第二届全俄海洋大会上,俄中友好协会副主席萨纳科耶夫明确表示, 俄罗斯与中国在造船方面的合作前景广阔。 目前,中国铁建、中国交通建设等大型企业已经在俄罗斯展开了相关工作, 为俄罗斯现代化和建造海港贡献了中国力量,吸引着中国的出口资金。 总的来说,尽管美国和日韩等盟友正在加紧行动,试图追赶中国造船业的步伐,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各有各的难处, 而中国造船业正凭借其强大的实力、持续的创新,以及完善的供应链体系蓬勃发展。